大家好,我是老客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病的up主 旁边是新人导演小鲜 前段时间,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1年全年出生人口数据 2021年全年竞争人口48万 人口问题也正式成为我们国家的一个大问题 国家也出台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来鼓励生育 还有很多专家也出了很多办法 但是这些办法好像都不是什么好办法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 让多伦多女性疯狂生孩子的男人 看看能不能给这些专家提供点建议 一个男人吗 一个男人 这期节目其实我做的并不是为了给专家提建议的 我只是来埋态一下那些专家的 你看看人家 一个男人 让多伦多全城的女性为之疯狂生孩子 出生率提高了700% 我天 这个男人叫做查尔斯万斯米勒 这米大雅出生普通 但是从小就特别聪明 而且运气贼好 是干啥成啥 30岁就成了百万富翁 产业涉及地产 赛马 啤酒 邮政 律师 法律 等等等等行业 啥暴力 啥赚钱 他就干啥 到60岁的时候已经成为加拿大首屈一指的富豪了 但是这种天才似乎总都有一些小怪癖 比如说像谢尔顿同志 这个米大雅呢也不例外 他的怪癖就是富雷加恶趣味 比如说他会喜欢带一堆大钞那种 当时可能百元大钞是非常大的钞票了 就是随便拿出一张百元大钞往大街上一扔 喜欢就躲在路边看那些穷人 看见这大钞啥反应 要是看到几个乞丐为大钞大打出手 那米大爷就直接开心会了 再比如说自己假装生病了 通知全程的医生告诉他们 我病了快来给我看病 然后告诉他们 谁最先到 给谁的钱最多 自己就躲在家里面 看那些医生如何满头大汗的冲进家里面 在那边偷乐 这就是米大爷 这米大爷也是有钱有闲 还有点见兮兮兮的 对 见兮兮的 特付黑 我跟你讲 到1926年的时候 这米大爷因为新三病突发 去世了 这一时间 米大爷去世 这是成了加拿大最轰动的时间 因为当时米大爷 无儿无女 无父无母 就连亲戚都是那种 掰断了手指头 才能算出来的亲戚 根本就没有继承权 这位富豪的钱该如何处理 就成了很多人关心的问题了 按当时加拿大的法律规定 如果这米大爷有遗嘱 就只能按米遗嘱来 没有遗嘱 这些钱就全得进加拿大政府的腰包 不过呢 米大爷还真立了个遗嘱 到头是没便宜政府 当地的律师同行拿出他遗嘱的时候 在产的所有人都被雷了个外交里嫩 这份遗嘱就是他富黑加恶趣味的极大臣之作了 也特别反映了他刚才那种性格 我是你个鬼 你这个招老头嘴坏得很 他的遗嘱总共有十条 我们来看三条 感受一下他的恶趣味 第一条 把亚买家度假别墅送给三名律师 第二条 把啤酒公司七十万美元的股份 送给一些符合特定条件的人 第三条 把赛马俱乐部的股份送给三名速不相识的人 这三条你觉得正常不正常 他那个 复合特定条件的人 什么 那个 速不相识的人是什么样的要求 你抓住重点了 他这个题的要求 就特别诡异 对啊 速不相识 他不认识我 我能去吗 历史都会联系你的 但是他有要求 我们一条要给你详细分析 第一条是把亚买家的度假别墅 送给三个律师 问题就出在这三个律师身上 这三个律师分别叫 高尔特 蒙格 和哈佛森 他们分别是三家不同律师事务所的主任 互相都认识 但是啊 是出了名的死对头 你想啊 同寒 见同寒 如同仇人 见仇人 这三个人每天为客户 真的你死我活 基本上是见面就干架那种 可是查尔斯的遗嘱还要求 如果这三个人想要得到别墅 那就必须要三个人全部都自愿经营这个别墅一段时间 这个别墅 这个度假别墅 才能成为这三个人的 是你 你接不接受 接啊 哦 精英人士肯定都会接受 所以这三个跟你一样都是精英人士 这三个精英人士也是这么选的 但是就在这仨精英屁颠屁颠的去遗产财产公正的时候发现 哎 谋高一尺 道高一战的时候 到了 这个度假别墅已经不是米勒的财场了 这米大雅压干就是涮他们三个人玩呢 我觉得他们三个单身是把米大雅挖出来再弄死一遍的心都有啊 好 我们现在来说第二条 咱们第二条呢就是把啤酒产70万美元的股份送给一些符合条件的人 什么条件 首先啊 是这个人必须是多伦多单地新教的牧师 其次呢这个牧师必须参与啤酒公司的管理 满足这两个条件就能得到这些股份 哎这个看上去没什么是吧 嗯 哎 说明你还是不懂米大雅 哈哈 查一下这股份还是他的吧 是他的 是他的 这股份是他的 关键是在新教这个问题上 嗯 新教当时是不能喝酒的 而且新教的所有人都是坚定的禁酒主义者 你说把一个酒产的股份给这些禁酒主义者是不是很荒谈的一件事 嗯 这不是最荒谈的 最荒谈的是 这家啤酒公司是一个天主教的企业 如果熟悉宗教历史的同学就肯定知道 这就相当于啥呢 让两个有杀父之仇的人一起工作 告诉他们 你们要好好经营啊 这种 不打才就没 就不错了 很显然这就是一个恶作剧啊 不过最终结果是有很多牧师见钱眼开 抛弃了自己的原则和信仰去争夺这份遗产 由于人太多啊 这三个人分别是威廉兰尼勋爵 塞尼勋邱恩牧师 安贝奥本 哎 这三个人确实是陌生人 还直接分给他们想必里面肯定有原因的啊 就是 而且规定了他们必须持有这个股份三年 三年时间一到啊 俱乐部就归他们所有 他们想干嘛干嘛 玄机就在这儿 威廉兰兰尼爵士 塞尔勋邱恩牧师 是极端的动物保护主义者 一直极力的反对赛马 哎 每天这俩人都和这个米勒的赛马俱乐部过不去 就把这部分送他了 最后一个人则是安贝奥文 这安贝老大爷以前也是开赛马俱乐部的 但是后来因为米勒投资了这个俱乐部开张了啊 这个俱乐部直接就被挤破场了 还搞得人家安贝大爷 妻离子散家破人丸 所以说啊 这个安贝对米大爷呢是恨之入骨 不过啊 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是吧 这三个人都接受了条件 并且还让米勒赛马俱乐部心心向人 三年一到 前两个人呢 就将股份转让给了慈善机构 最后的安贝大爷呢 在逍遥自在的继续经营的这个赛马俱乐部 这三条看完 可能你会出亏一些这米大爷的恶趣味 但是前面这三条只能算是开胃菜 现在才进入正题 他看米勒如何让全臣为他疯狂生孩子 原本是这样的 好 简单结说 就是他本人剩下的遗产全部交给管家和委托人 由他们继续进行投资 在十年后啊全部将这些资产拍卖 所得的全部钱呢 赠给在他死后十年内 多伦多生育最多孩子的母亲 要求要符合人口统计法 如果有排名相同者 甚至评分奖金 米勒拿把这项活动称之为送子鸟竞赛 一开始这项比赛其实没有宣起太大波澜 但是两件事的发生让全多伦多为这件事疯狂 一则是米大爷死后不久西藩历史 就爆发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 整个加拿大超过四分之一的劳动力人口无法就业 多伦多市平均收入锐减了40% 四分之一的家庭需要靠政府来救济 许多陷入贫困的家庭要靠吃土拨鼠来冲击 所以这句话米大爷的遗产就成为这些绝望家庭的唯一脱贫希望 而且是坦平希望 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因为政府的政策原因 米大爷剩下的遗产身价暴涨 本来不多的遗产成了一笔巨款 赢了不仅能脱贫还能坦平 几辈子坦平一动不动那种 这么大米钱肯定很多人打他主意 首先就是多伦多政府 政府哪甘心 直接就以这份遗嘱违背伦理道德的理由 起诉这份遗嘱无效 但是没想到第二天就有超过14000个家庭给政府写信 或者直接就把政府给围了 看一说你们这种做法是有法律的 又有律师跳出来说这是人家的私有财产 他要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你管不着 政府没辙 就只能承认这份遗嘱说这是有效的 所以你们所有人不要来围我了 赶紧回家生孩子去吧 之后就是那些米大爷手指掰断才能算出来的亲戚 他们认为这些钱应该让亲戚继承 而不是给那些陌生人 这种提议更是得不到那些深瓦大军的支持 有的人雇佣律师和这些亲戚打官司 有的人比较直接一些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黑社会 所以雇佣了另一些黑社会来恐吓这些亲戚 所以这些亲戚也失败了 于是从此之后十年里 多伦多一派生机不拨 尤其是那些那时候 因为经济危机失业的人们他们失去了工作 有的就是时间就全都在家里面拉上窗帘 人家开始横击横击遭小孩 夫妻两个都在家是吧 对又没工作 靠政府究竟有的就是时间了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生育竞赛 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但是其实大家仔细想一想这事 女人生小孩又不是包饺子 下几个 女人生小孩它是有时间的 十年时间 理论上来说 一个女性顶天顶天能生十二个 还抛出了所有的情况下 十二个 十二个已经要死了 我觉得能生个八九个就已经顶天了 对八九个就顶天了 我觉得也是 不过很多家庭为了赢得这场竞赛 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他们就开始采取一些极端的方法 比如说小孩干干生下来不久就断奶 这样就缩短生育周期 但是因为提前断奶 婴儿营养就成问题了 而且没有恢复期就投入生育 女性的身体消耗是非常大的 这种会大幅度的增加流产 难产 早产 产后大出血 甚至是死婴的风险 单时多伦多婴儿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三十四 是单时加拿大平均水平的六倍左右 这十年一转眼就过去了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统计工作开始了 最终有八位母亲进入了决赛 你猜一猜最多的一个生了几个 生了几个 你猜了 十个 不是 多了少了 少了 十二个 十二个没有太夸张了 十一个 他就生了十一个 天哪 这个数字是非常恐怖了 毕竟按照十月怀胎的算法 即便是没有各种生理周期 也就能生十二个 他生十一个也就啥意思呢 这个母亲 刚怀胎十月生下一个 空闲一个月以后马上又怀孕了 强不强 生育能力太强了我觉得 他的恢复能力很强 我觉得最让人敬佩的是他老公 没事他老公可以休息十个月吗 没有没有这不是问题 问题是他老公太准了 太准了 对不对 神牵手啊 一个月一发入魂 马上又第二下一个 对啊 后来调查发现 这大姐对自己的孩子 其实是极度不负责任的 尽可能的早产 尽可能的避免各种生理周期 最终导致四个婴儿直接死胎 所以他只能算是生了七个孩子 就被淘汰了 哎 这个时候 第二名生十个孩子的一位大姐 乐了 说明他是第一了 对不对 但是调查发现 这大姐有四个孩子 是和前夫生的 生后面六个孩子中 没有结婚 只能算是私生子 虽然都活着 但是不符合你大爷的规定 所以呢 就只能回家哭去了 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 诈父被绿了 还不计钱钱 一块儿生孩子 还有什么 跟多个配偶 一块儿生孩子 这些呢 就都被取消了参赛资格 经过两年的审理调查 这些钱 平分给了 生了九个孩子的四个家庭 这四位母亲呢 分别获得了 11万家园的奖金 相当于2020年的196万美元 等于每个孩子差不多 就是花22万美元 另一个说法就比较多了 说是每个家分到了250万家园 相当于1亿家园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这个胜利者家庭还好 1亿家园 就是现在的1亿家园 但是其实这只是胜利者家庭 参与这个竞赛的可不止这些 刚才就说 这件事情 让整个多伦多的生育率 提高了7100% 多生了多少孩子 随后几年 这次竞赛的恶果就显现了 由于很多家庭都是贫困家庭 没钱 他没钱才来参加 这些多生出来的孩子 就更可怜了 他们无法得到良好的教育 更可怜 就是无法 连温饱都得不到保障 所以数十年的话 很多都成了混混 有些油弹街头犯罪率 各种飙升 成了单地治安的一个巨大的隐患 虽然说 米大爷的这种行为不值得提倡 也有他恶作剧的本性在里面 他就是想恶作剧一下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最少米大爷是愿意出钱干这事的 而且是他全部加的 对不对 回头看看我们国家 今天我们国家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了 舆论上是各种关于老龄化生育问题炒的是不可开交 动不动就是经济衰退 民族存亡这种高度来谈论这件事情 各路专家也提出了各种建议 有些建议都还是那种和不食肉迷的建议 更有专家是各种恐吓老百姓 什么不申就加你税 不申就罚款 这种专家就是真的 怎么说呢 嘴皮子专家 他们里面没有一个能像米大爷那种真金白银的投入进来 虽然说不是说是搞这种生育竞赛 你投点钱 不需要杀米大爷那种全部加蛋投进去 你投些钱 真正投不到育儿教育生育医疗里面 哪个不比你动嘴皮子强 没有 相比之下 虽然说米大爷的行为恶趣微了点 腹黑了点 但最起码人家敢做敢为不像现在的嘴皮子专家